头地有点不舒服 哇 以下出现一个大飞碟 这个飞碟从以前看到的不一样 这个飞碟好像是出来收集情报的 它是让它看为主 而不是以旋转产生什么效应为主 它是观察下面的活动 包括观察火山喷发 也观察地震 主要是观察这些的 哪个飞碟是观察这个活动的 但是这个活动 收集到的信息也只能外星人用 它想传一个人类的话 人类也不知道怎么接受 它们与人类之间还未通道 它能接受到地球上那些 我们所说的灾害 那些灾害的变化 或者提前接受到了 但是它既然把信息发过来 地球人也没办法 接受到这个信息 所以说现在接受的信息 只能是放在那边备用 看看未来能不能 跟人类来研究 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再见 再见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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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